大家好,我是青银小卓 今天来谈谈我这几年淘汰的乐记 几年前我刚入乐记坑,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 当时的乐记圈基本没有真实客观的信息 所以买的全是当时热门品种,都是些柔弱抗性差的日系和奥斯丁乐记 这些乐记真是难堪的经历不堪回首 经常需要打药防止黑斑 因为我所处是黑斑很严重的地区 想想夏季40度的高温还要拎着药壶打药 日系和奥斯丁乐记不是只有抗性不好 而是在耐晒耐热和耐雨淋方面也有一些缺陷 那两年真是被这些乐记搞得头痛 然后低维护理念和低维护的梅昂科德斯和戴尔巴的乐记进入了国内 我就立即从需要经常打药的药罐子 乐记转向了低维护养护方式了 我淘汰的乐记都需要精细养护 开花后遮阴避雨会开得不错的 在比较干旱或者温度较低的温带地区也可能表现不错 首先是早期的日系乐记 基本都被我淘汰了 真皱耐热不错 开花性尚可 因为我不打药 所以年年处于光感状态 越是表现不好 我越是嫌弃 懒得去打药或者进行其他一些养护 所以变得越来越弱 很多品种都是因此而自行消亡的 比如金丝雀 它的开花性真的很不错 但抗性近乎于零 日系月记 婚礼之路曾经是我所爱 白色大包子到现在还迷惑了很多人 但抗性差不耐雨林 使得体验不好 河本的加百列和露西法香气好 但花形气质和香气再好 也弥补不了它的柔弱 加百列的花瓣犹如卫生纸般 半天就能晒得花绒失色 同样因为耐晒耐热问题被淘汰的 还有秋日胭脂和蜻蜓 蜻蜓开花第一天各种美好 但第二天就不大行了 还有各种衣服芽变品种 比如腌制香水衣服 唯一繁华都市等 衣服确实大花浓香 但缺陷也太多了 我淘汰的日系月记 还有蓝色风暴 蓝月石佩尔诸克等 奥斯丁月记只留下了 戴斯德·蒙娜和碧翠斯 无名的求得目前处于很弱的状态 博斯科贝尔春天健康和开花都较好 但一到了夏天也是有些凄惨 朱丽叶花形势很不错 但生长分支和抗性都有缺陷 瑞典女王春天第一波花裙开很美 但也只十天左右 从夏天开始就会有多次想拔掉她的念头 康斯坦茨目前奄奄一息 肯特公主已经自行挂掉了 奥利维亚在我这里表现也不满意 对她的反馈也大多不好 也有个别对她评价不错的花油 日系的牧村和河本麻稽子不错 它们培育的品种脱离了早期若不经风的气质 它们有一些不错的品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